谢皇上 那奴才这脸去忙了 本来以范文成的性格是不喜欢如此冒进的 最多就是让黄太极在边关施压 哪怕最后没成 这事也怪不到他身上 但随着北宗那批鬼才的到来 范文成一直觉得他这地位不太稳当 虽然黄太极已经让他当了丞相 但他清楚这不过是黄太极制衡的手段 为了自己的前程 为了光宗耀祖 范文成寻思许久后这才决定主动出击 回到家里后 范文成立刻给武昌那边发了信件 对于如何起义 如何拿下南京他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 朱有俭啊朱有俭 到底是个小屁还缺了城府 这次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大国博弈不可有意思破绽 只是可惜了 若是你能早日接班 或许我都不用来黄太极这找工作 要是由我辅助 估计现在明朝已经嘎嘎乱杀万国来朝了 温大人 这周王在把田产和银子运到南京府后 竟然自己把自己绑了入京 说是要去太庙那跪着为自己的行为受罚 这么说 这位周王已经带着家眷跑路了 他倒是明白人 温大人要不要把他抓回来 毕竟南边的事可还没有弄完 算了吧 南边的事已经和他没什么关系了 陛下是要杀人 但并非全杀 对于周王这种懂事的 陛下非但不会杀还会嘉奖 走了也好 让陛下去头疼吧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这些死不悔改的铁头王 说不准本首府会成为大明历史上第一个靠杀大明王爷名流轻使的了 温大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反正陛下说了 让我听你安排 不过眼下苏州城的事已经告一段落 冯英他们明日就会进入南京城 我们还不动手吗 名单都查好了吗 基本妥当了 但若是按照冯大人的抓法 这千连的规模怕是要比苏州城那边大好几倍 不过我们人手也够用 百杆军就在城外 他们就算想造反也迟了 南京毕竟是旧都 这规模虽然大弹也正常 这样再调三千百杆军入城 从今日起由他们接手城防 另外你再散出消息 就说本首府再等一天 若是自首者可从轻发落